孔荣孔文举大难临头 这个玉使大夫叫吃虑 就给曹梦德出主意 要给这孔荣捏造罪名 说孔荣啊 过去和狂生迷恒迷正平 一块喝酒的时候 曾经说出很多大不敬的话来 他们说这个当爹的当妈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当妈的生孩子 就好像罐子里头有一东西 把这东西倒出来之后 你说这罐子和东西还有什么关系 这当爹的更不怎么样 如果说对儿子不好 对家庭不负责任 那么有粮食也可以不给这老帮菜吃 因为他不合格 饿死他也是活该呀 曹梦德一听这套词 如此看来这孔荣罪孽深重啊 各位大汉朝啊 是以孝制天下 就是他们官方的这个行为准则 道德标准 就是一个孝字 孝敬父母 你就是好人 就是人才 不孝呢 你就是豺狼 就是混蛋 这回曹操算逮着理了 这孔荣啊 他不孝 这种人罪该万死 那么定个什么罪名呢 还是这御史大夫啊 比较有才学 就这吃虑 给总结了八个字 说这孔荣 他是败伦乱礼 大逆不道 曹梦德马上就传令啊 派廷尉为捉拿孔荣下狱 曹操又命人呢 到孔荣他们家去抄家去 这时候孔荣有两个小儿子 在家里头正下棋呢 家丁啊跑进来了 哎呀 两位公子 你们快逃跑吧 丞相把你爹都下狱了 兵士要杀你们呢 可没想到 俩小孩文文当当的 一点都不惊慌 说了那么一句话 叫做 复巢之下 安有顽卵 那意思就是说 这鸟窝啊 都没了 那小鸟还能活着吗 那鸟蛋还能保存吗 说完这两句话 俩小孩啊 又稳稳当当 下起棋来了 当然了 不大一会儿 他们呢 就被人家抓走了 把命也给搭上了 这两位小孔先生 活这一辈子呀 没留下什么遗产 就这八个字 复巢之下 安有顽卵 这算是成语典故 留给后人了 孔荣这一大家子惨 弄 全家超斩 互灭九族 曹操把孔荣的首戒 号令于许昌城门 过了一会儿 曹梦德突然得报 说是经兆尹 芷席 趴在孔荣的尸体上头 是大哭不止啊 曹操很生气呀 就把芷席给逮住了 吩咐叶声杀 千万 这寻遇把他拦住了丞相 芷席虽是孔荣的好朋友 可他跟孔荣啊 不是一个看法 他也不是孔荣的同党 我听说过去这芷席 常常劝孔荣 你呀 太刚直了 这是取货之道 以后你得多加小心 谨慎行事 现在孔荣死了 芷席前来哭尸体 那是尽朋友之意 丞相千千万万 不要杀这大人大义之人呐 曹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就免了止息之罪 成全他的义气 让他收拾去吧 您看了吗 这就是曹操曹孟德 听人劝他吃饱饭 不记恨这些呀 鸡毛蒜皮的事 这就是有胸怀呀 咱们前文书 也说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司徒王允 乔使连环记 把这大奸贼 叫董卓给整死了 当时也有那么一位 哭着董卓的尸体 谁呢 就是蔡庸蔡伯街 东汉末年大文人 也就是蔡文姬他爸爸 当时司徒王允 是不依不饶啊 非得把这蔡庸给宰了不可 结果杀害大贤 冷了众文武的心 如果把当年的司徒王允 和现在的丞相曹操 这么一比 那就差着六扔多远呢 谁是大政治家 谁是大丈夫 谁能够成大事 这就一目了然了 极小见大嘛 咱们回过头来 还说这经兆银止息 收了孔荣全家的尸首埋葬 在许昌郊外 那么曹操呢 把孔荣给宰了 除掉绊脚石了 马上命五路人马 立刻骑兵啊 只留下寻遇寻文弱 看守许昌 曹梦得五十万兵 兵发惊香 刘表可就听说了 哎呦 根儿楼一声病上加病 这口气根本就上不来了 刘表赶紧呢 就把奎月给找来了 让这个奎月记录遗嘱 奎月马上准备呀 拿着笔 替刘表就写这字 刘表说得很清楚 我死之后 立长子刘琪 为京乡之主 请刘备辅佐于他 刘表怎么说 这奎月就怎么写 奎月呀 把遗嘱写完了 蹭一下 游到外头进来一位 谁呀 正是刘表他媳妇 蔡氏夫人 蔡氏一听什么 立刘琪为京乡之主 还让刘备辅佐于他 哎呦何 那我跟我儿子刘从 我们娘俩怎么办呢 这个女人呢 恶狠狠地看着刘表 一伸手 刷就从奎月手里头 把遗嘱给抢过来了 呈往怀里头一吹 哼 京乡九郡传给刘琪 那我儿子刘从 不就没有位置了吗 他一转身迈步 往外就走啊 一说话阴阳怪气的 故意让刘表听见 来呀 把蔡茂和张云 给我叫来 时间不大 蔡茂张云可就来了 哼 你们两个呀 赶紧派兵 把门外门里都给我把守好 就连后门都得看紧了 倘若刘琪要是来了 不许让他进门 他是地方官员 有守土之责 刘表躺在床上 听得是清清楚楚的 想说两句 但是没有力气了 蔡茂张云马上就不止 蔡中蔡和也来了 让他们看守后门 张云和蔡勋 镇守前门 就在这时候 大公子刘琪还真就到了 大公子知道 自己父亲身体不好 而且他临走的时候 跟父亲还要了一个人 就是一吉先生 这一吉是个贤士 忠心耿耿啊 他往来于江夏和荆州之间 常常给刘琪送信 就在今天早晨 这一吉啊 风似风火似火 跑到江夏 给大公子送信了不得了 荆州大人 性命不保了 公子刘琪一听 当时傻到那了 不行 不行啊 无论如何 我得见我爹最后一面啊 这才骑着马 火速赶回荆州 倒在崖前下马 一看大门口 二鬼把门 这边是张允 那边是蔡茂 这张允呢 是刘表的外甥 蔡茂呢 是蔡夫人的娘家兄弟 这二位掌握着京香九郡 水汉马不军大权 刘琪迈不上台阶 这蔡茂给拦住了 大公子 你干什么来了 我父亲病重 我来探望 荆州大人派人 传唤于你了吗 哎呀 我父亲病得这么厉害 还派人传什么话呀 我是儿子 李当前来探望 救护大人 你就放我进去吧 蔡茂把眼睛一瞪 什么 放你进去 你现在是镇守江夏的 你进去了 江夏谁管呢 你有守土之责 懂不懂的 没有主公传话 你私自前来 就是枉离殉地 砍头之罪呀 还不赶快给我回去吗 啊 救护大人 见上一面 我 我就走啊 蔡茂茂心说 你呀 想都别想 你进去了 刘表可就看见你了 一传话 立你为京乡之主 那荆州就归你了 那我们怎么办 哪喝酒去 想到这儿 蔡茂张云手握剑霸 宝剑苍朗朗 可就出了霞了 两旁边武士各举刀枪 刘骑实在是没辙了 流着眼泪喊了一声 爹爹 见不着您最后一面了 我 我死也不甘心哪 可不甘心也没辙呀 只好拉着马是望回走 这时候 里边病榻上的刘表 他也着急呀 最后一口气了 哎呀 儿子也不来 刘备也不到 也没有人搭理他 他是又病又气 大叫了几声 啊 儿啊 噗 一口鲜血喷洒在床边 刘景生啊 是气已绝身亡 蔡氏夫人可是够狠的 一滴眼泪都没掉 哎 什么老公啊 什么爱情啊 根本就不存在 哎 要的就是遗产 就这老娘们 也不管刘表 也不办丧事 哎 马上就告诉凯月 你呀 赶紧把遗嘱给我改了 立我的亲儿子 刘从 为荆州之主 又命人把蔡茂张云 给叫进来了 蔡氏夫人说话 那谁敢不听啊 凯月手里头拿着笔呀 哎呀 这遗嘱怎么写呀 他站到那儿啊 直打哆嗦 这时候蔡茂张云过来了 往旁边这么一瞻眼珠子一瞪 都不用说话 就有震慑力 再看蔡夫人一伸手游的怀里头 把原来那份真的遗嘱拿出来了 七窍咔嚓 三把两把撕的是纷纷碎 呱唧往地下一扔 我说凯月呀 你按照我说的这词写 要是错了一个字 我要你的脑袋 哎 夫人 您说吧 保证错不了 这凯月先生实在没辙了 只好是重新写遗嘱啊 立刘从 勇为京乡之主 蔡茂想了想 我姐姐 这事要让刘琪给知道了 必然有的江夏 带兵来打荆州啊 刘备要是知道了 必然有的新爷出兵 他们要是和兵一处 咱们还不太好办呢 哟 你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呢 都变成大豆腐了 你是领兵的都督 兵权在手 你怕谁呀 来呀 升堂义士 马上啊 就把二公子刘从 给拽出来了 早就做好了衣衫呢 穿上官服 刘从虽然说十四岁 但是这孩子非常的聪明 而且人品呢 比他妈要强的太多太多了 穿戴好了之后 愣被他母亲和舅舅 扶到荆州墓的 这座位上头了 让他坐到那儿 哎呀 我父亲先是 大哥还在江夏 叔叔刘玄德在心野 你们 你们要立我为荆州之主 倘若我大哥 跟我叔叔兴兵问罪 我怎么解释啊 由打这几句话上来看 这刘表父子啊 要比袁绍父子那强多了 刘表临死之前 还是比较明白的 写下遗嘱 立刘其为荆州之主 家有长子 国有大臣嘛 按照规矩办事啊 他错不了 而且这刘表的俩儿子 要比袁绍那几个儿子呀 强得多了 大儿子不强 二儿子不多 刘表手下 不光是有蔡氏宗族 还有不少忠臣呢 有一位木官名叫李归 为人呢 非常的正直 马上走到刘从面前 二公子啊 您说的太对了 现在可以 急发哀疏 到在江夏报丧 请大公子立刻回来 成绩京香事业 派人有得心也 把刘皇叔接到此处 一同礼事 这样的话 京州固若金汤 可以北剧曹操 南敌孙权 这是万全之策呀 刘从点了点头 可旁边蔡茂是勃然大怒 晃身形 假叶子哗啰啰啰之响啊 苍郎郎宝剑还出了霞了 李归 你一个小小的木官 竟敢胡言乱语 叛逆主公的一命吗 李归也气坏了 用手点指 逗 好你个菜帽 外中内奸啊 你在荆州 拉棚结党篡改一照 假称一命 照你这样 京香早晚得落在你们菜市宗族之手 你们不能保住雇主之灵 更不能守住京香事业 雇主在天之灵 必然诛杀而等 就这一骂呀 就接了菜帽的老底了 菜帽恼羞成怒 哎呀来人哪 把这李归推出去杀了 李归真是好样的 至死他是大骂不止 这刘从吓得直哆嗦呀 三哆嗦两哆嗦 他站起来了 不敢在这坐着了 这就说明刘表生前呢 他不会用人 像李归这样的忠臣 一级那样的贤士 得不到重用 这权力反倒落到 菜市宗族的手里头 这李归当时让人家给砍了 那谁还敢说话呀 菜帽张允立刻率群臣 跪倒在刘从面前 菜市夫人呢 就把他儿子按在座位上头了 大家伙参拜新的京乡之主 这小刘从多里多梭 在这坐着 看着他母亲 小孩到现在 什么事都得听妈的了 菜夫人为了防备 刘其和刘备 跟菜帽张允就商量 让志中邓义别嫁刘先 看守荆州 自己呢 跟儿子刘从 率领文武官员 护着刘表的灵鹫 上襄阳 因为襄阳啊 城池是高大坚固 要良有良 要想有想 这老娘们 想利用襄阳 防备刘备和刘其 您说这菜夫人 这不是混蛋吗 她就不琢磨 怎么对付曹操 一心就想着 怎么防范这大儿子 和刘皇叔 等到在襄阳之后啊 菜市夫人偷偷的 把刘表就埋在了 城东四十里的汉阳 到现在这刘其和刘备 还不知道刘表啊 已经死了 这时候远叹 前来禀报 曹梦德率领大军 离襄阳可不远了 人马已经倒在了晚城 把小刘从给吓坏了 抖一而战呢 母亲 这这这这 这可怎么办呢 菜夫人瞧瞧她 你呀 太窝囊了 别着急 咱们这 有文武大臣呢 赶紧把菜帽 快乐 复训这些人请来 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小刘从望这一坐 嘴唇发青 是面色如灰呀 菜帽在旁边 暗箭而立 菜中菜盒 分立左右 菜市夫人呢 就在屏风后头呢 望这一戳一战 这不就是垂帘听证吗 小刘从 他还有什么权利呀 纯粹就是傀儡 这时候菜帽 瞧了刘从一眼 那意思 该你说话了 这小刘从 虽然说心乱如麻 但是他很聪明啊 而且从小吃过 看过 玩过 见过 那是官二代 受过一定的训练 眼前这几句话 他还是会说的 呃 列宫啊 家父已然 把京香九郡 给了我了 我哥哥和叔父 还不知道呢 可是曹操 又带着五十万大兵 前来征讨 你们说 我应该怎么办呢 啊 你们都说上一说吧 话音刚落 东曹苑 复训复公替 出了班了 呃 主公啊 现在我们荆州是两头为难 啊 傅先生 什么叫两头为难呢 主公 曹操大兵南下 咱们可不好迎敌 嗯嗯嗯 这是一样 那么第二呢 第二啊 就是雇主去世 大公子不知道 刘皇叔不知道 倘若他们指挥人马 兴师问罪 这两个难处加在一起 可就太难办了 刘从点了点头 所以说才问问你们 有什么妙策没有啊 呃 我倒是有一条计策 可以排出两难 让咱们荆州 稳如泰山一般 又可以保住 主公的明觉 刘从一听喝 这位有能耐呀 他是转忧为喜 先生即将安出呢 呃 主公啊 不如把这荆香酒郡 就献给曹操 曹丞相一定非常的高兴 而且会重待主公 刘从听到这儿啊 嘿嘿 又转喜为忧了 把脑袋晃得波朗鼓一样 傅先生啊 您在我父亲手下 干了这么多年 怎么就历练成这样啊 关键时候就出这么个馊主意呀 先父把荆香酒郡 交给我掌管 我刚刚继位 就把父亲的事业 献给曹操 这这这 这像话嘛 这时候快乐也出班了 呃 主公啊 副公替说得太对了 自古以来 逆顺有大体 强弱有定势 而今曹操难争 他代表朝廷啊 主公要跟他打仗 名不正言不顺 况且主公心力 外患为您内忧将做 京乡百姓听说 曹操大兵到了 还没打仗呢 依然胆战心寒 怎能挡住曹操呢 所以说 咱们应该献出荆州